国际教育是目前学校在推广教育内容上的主要目标 花联先议会教育小组9号上午来到花莲北区各国中小进行校园考察 了解各校在教育资源上欠缺的项目 花联先议会教育小组由总招吴建志带领 先议员迪布斯、李秋旺、魏佳燕、李正文 9号来到花莲北区6所国中小学进行考察行程 在校长的简报之下了解各学校目前在教学内容上的成果 花莲的教育目前是以科技教学为发展的主轴 透过科技更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 是花莲在教育发展上目前的目标地 总招吴建志在考察各学校的课程内容后 并对于目前所遭遇到的资源整合提出建议 那针对这个图书馆的部分 他们这次也是又正列了相当多的这些图书设备也做得不错 那希望校长能够把这个图书馆能够在延伸的部分 旁边能够多一个活动的一个场馆 那希望说这个处里面能够做补助 那也这边也提到就是希望江国中能够跟这个社区来做结合 做互动 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能够发挥到最好的运用 包括我们一些大型的场馆 因为他这边离浩克艺术村相当的近 那也是有占这个特别的地理位置 如果能够跟这个社区做更好的结合 我想对于将来的一个招生啊地方特色 所以他们都已经拿到都有中级以上了 最少都有都中级的 这相当的不容易也相当的难得 那希望这个学校能够持续的来做这个主义的这个推动 也希望说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 可以来在我们学校里面的设施能够维修 让学童不管是要洗手间或者是体育馆 或者是各项校类的设施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尤其是在花莲这个地震带比较多的地方 也希望说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可以不只是遮风避雨 包括我们耐震的一些设施都能够做一个补强 那今天很开心 那也能跟所有的校长做一个交流 那未来我们会把反映的这些 今天所建的这些不足的地方 能够不管跟教育部或是教育处 这边来做申请跟协助 那让学童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能够让孩子们能够成长 然后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成长长大 在考察六所国中小学之后 教育小组成员都期盼学校能够对于学生的教学 适才适性 对于相关辅助设施提出需求 教育小组成员也都会全力的来协助争取预算的编列 记者林杰杰安乡采访报道 部学童还是队场 校团队 数学童 中文 一七七七七七四 运尸